实习生的工资被恶意拖欠 找上司理论的时候却遭到羞辱 这是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苏西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她即将大学毕业 对未来的生活有无限的憧憬 最大的爱好是在舞蹈室里练舞 她和好友在初选那天聚餐 活泼的女孩此时眼里全是光亮 好友直播的时候被隔壁桌的人嘲讽 比起火爆的苏西把他们狠狠教训一顿 第二天负责就业的老师找到苏西谈话 苏西对学校的安排很满意 她怀揣着欣喜签下实习协议 为了迎接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还特意买了一身正式的服装 却得知公司压根不需要面试 苏西幻想着能成为都市白领利人 来公司报道的时候却傻眼了 这里竟然是一家外包客服公司 苏西被安排在拥挤的工位上 负责叫她的同事熟练操作电脑 随后让苏西戴上耳机 听着对面客户并不友好的话语 女孩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原来她们的工作并不光彩 要尽可能地和客户周旋 最终目的就是不让客户解约 苏西看着密密麻麻的业绩排名表 就像是悬在她们头顶的一把利剑 经过培训后 苏西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她的第一个客户并不友好 听着耳机对面源源不断地辱骂声 她不仅无法反驳 还要面带微笑服务 通话结束后苏西已经红了眼眶 看着身边早已麻木的同事 苏西心里充满无助 老师为了提高学校的就业率 要求苏西好好在实习公司工作 为了拿到毕业证和工资 苏西默默咬牙坚持了一个月 然而拿到手的工资却少得可怜 这和实习协议上的约定严重不符 组长不慌不忙拿出另一份劳动合同 看着自己的签名苏西简直有苦说不出 她只能和好友逛街缓解压力 女同事遭受辱骂后终于爆发了 组长联邦赶来解决 苏西看到她的情况心有不忍 就连组长也受不了对面的辱骂 她把客户狠狠骂了一通 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 客户不顾事实真相向总公司投诉 负责这个单子的女同事被狠狠处罚 组长也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 对于领导来说 他们根本不在乎员工的苦衷 唯一在意的就是业绩表上的数字 苏西的工作效率并不理想 组长当中把她狠狠批评一顿 这让她的心中感到很难过 苏西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笑过了 这天是她的生日 好友们聚在一起准备为她庆祝 她想要处理完工作后尽快下班 可是对面的客户迟迟不愿挂断电话 不仅如此还对她进行言语暗示 组长连忙赶来帮忙处理 客户的辱骂声依旧不绝于耳 苏西知道她又要见到投诉了 她来到组长办公室道歉 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之中的责骂 组长表现得非常善见人意 她的心情糟糕透了 却还是在朋友面前强装出笑脸 短暂的放松时光后 苏西看到天上飘落的雪花 第二天她还是回到公司上班 却发现组长已经在车中去世了 所有知情的员工被要求签保证书 总公司很快派了新的组长兼任工作 一条人命就这样背情飘飘的结果 他们还是要继续工作 装作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苏西痛心于他们的冷漠 令人感到压抑的声音再次传来 她想要逃离却无尽一事 在韩国普通人的孩子维权有多难 苏西在实习公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可她却根本不敢离职 昔日领导因为沉重的工作压力离开了 全公司只有她一个人来参加葬礼 新领导对他们的压榨更加严重 不仅奖金被扣掉 就连基本的工资也会被降低 苏西被单独拎出来批评 看着工资条上少的可怜的数字 强烈的窒息感笼罩在她的心头 领导威胁她签下保证书 不允许透露前组长真正的去世原因 否则就要扣光所有同事的奖金 苏西最终还是屈服了 她再也没有了曾经鲜活的情绪 还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的心得 苏西变成了指挥推销产品的机器 高强度的工作将她变得越来越麻木 她终于登上了业绩榜的第一名 可是条约上的奖金却根本没有发放 晚上公司聚餐的时候 苏西和同事谈起奖金的事情 因为她的努力提高了整个部门的业绩标准 大家心里早已经对她充满怨气 于是一言不合就扭打在一起 面对组长发来的斥责消息 苏西选择视而不见 她直接帮客户办理了解约 组长怒气冲冲赶来斥责她 苏西早已经对公司的制度十分不满 领导只会考虑自己的奖金 根本不管手下人的辛苦 苏西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愤怒 冲突的后果就是被停止反省 她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家里 爸妈还感叹着打公司就是好 竟然还给员工放三天假 苏西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她再也不想回到那个牢笼 于是选择了一种最极端的方式 然而现实并不会如她所愿 苏西强称着露出一个笑容 她依旧不敢让家里人担心 父母并没有在意女儿的情绪 时隔几个月再次回到校园 苏西面对的却是老师的责骂 老师没有第一时间关心她的情绪问题 而是责怪她拉低了班级的就业率 听着老师严厉的批评 苏西只感到空前的绝望 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她的想法 她不想再听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因为她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痛苦 所有人都觉得苏西太矫情了 要求她继续回去上班 苏西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 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 几个月前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女孩 如今眼神中充满呆滞 天空又一次飘起雪花 苏西觉得生活比湖水要冰冷得多 究竟是怎样的工作压力 让一个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走上绝路 女姐佑珍看到这个苏西的面孔 突然想起她在舞蹈室里见过这个女孩 苏西的爸妈接到消息后赶来 他们都想不通为什么女儿会去世 佑珍决定好好调查苏西的死因 可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 她都没有找到任何疑点 佑珍直接提出事件的疑点 竟然是优秀员工为什么还会被惩戒 组长表示由于苏西工作态度不佳 所以两个人曾经发声过口角 这时又真敏锐感觉到问题所在 看着工位上密密麻麻的纸条 她终于感受到苏西承受的压力 同时告诉她前组长不久前结束生命 死之前留下了一封内部举报信 详细迅述了可口实习生工资的事情 调查经济到这里 真相抽丝剥茧后即将浮出水面 苏西的离世并不是意外 所有人都是逼迫她走向绝路的推手 学校和老师需要提高就业率 公司不顾实习生的心理健康 以高压的手段逼迫他们提升业绩 整个制度连起手来让苏西低头 所有人都告诉她社会就该是这样的 可是实际上他们再怎么努力 也根本达不到预想中的结果 诱正想要让真相水落石出 但是同事们都劝她不要找麻烦 诱正感受着周遭压抑的气氛 无数相似的面孔重叠在一起 她瞬间伸出深深的无力感 其实她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苏西呢 每个人都身处牢笼之中 既无法挣脱也无法抗争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冰冷的体系构成了苏西走向绝路的真相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苏西